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妈陪你到天涯 相亲相爱兄弟姐妹都一样 好大的一个家 好大的一个家 好大的家 你怎么把车给我锁上了 给我打开 不然你走 看谁能见过谁 你说你弄出点事怎么办呢 放心吧 没事 我不放心 一会儿我说什么也不让你干了 什么成天 跟你提心吊胆的 能不能的 你扛着走 我吃不了你 来 放点了 李宗盛 这会儿可得记住 这个红杠的是你的药 那个湖里头的 一会儿我给彭西装到那个绿杠里头 是彭西喝的药 你说两个人拉拉半个月的肚子 你也不找找原因 行吧 这回肯定又错不了 错不了 昨天啊 郭强那中学同学大纲也给我来电话 问我有没有郭强的消息 你说这郭强也是 这都消失一年了 你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你说这网上给他发了多少信了 那合一块都能写本小说了 塌了就好 连个字都不回 你现在闹得我都不敢回家 一回家咱妈就问 有没有郭强信啊 有没有郭强信啊 我觉得啊 这郭强不会有什么事啊 他拿了你二姐夫的钱啊 要去干正事的话呢 他要干好了一定会回来的 那二姐二姐夫怎么样呢 前两个星期啊 我和你大姐去看了一下 还是那样啊 六七不认 一张嘴啊 就跟我和你大姐要够强 这好跟咱爸咱妈那也闹那么僵 现在连家都不回了 二姐夫 我听说昨天这个中层开会 说厂里要有大动作 我这个部长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你这组织考察也不能说整年整年的考察吧 郭强啊 这个事咱不能勉强 能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咱从这工作吧 那怎么能算呢 这个能当上部长 那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啊 我还听说 说是 总厂要提拔你当这管生厂的副厂长是吗 我说呢 我没同意 我就想啊 趁着这场里大动作呀 把你提前内退 出外边多挣点钱 那怎么行呢 有什么不行呢 趁着现在还能干 出去多挣点钱 那好多私企老板都想请我去 你说这一年多啊 咱家发生这么多事 这郭强啊到现在也没个阴性 你二姐夫现在就那样 这出去多挣点钱啊 能帮一帮他就帮帮他 让咱爸咱妈呀省点心 就是我总去看设备那个老板啊 就想让我到他那个企业去干 他还答应我啊 在郊区给我一块地 这不是好事吗 等挣了钱在那盖上房子 把咱爸咱妈接过去 这不挺好的吗 我这一提出内退啊 咱们场老总还不同意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让我去学习我也没去 我弄了差事去趟云南 把咱爸咱爸带上去散散心 顺便去看看小亮 这不挺好的吗 哎呀不去跟他较劲了 多挣点钱比什么都强 好 我觉得这事你还 还支持得好好考虑考虑 没什么考虑 是早晚的事 churches 亲密的被闪 dass опред小亮 雪红 宋 小亮 员 或买 你给我呈完 我发起来了 哪儿呢 发起来了 在哪儿呢 你看 过去了 过去了 妈 你看清了吗你啊 我没看清 可是我听清是罪犯你毛毛啊 妈 你别着急 不是我哥 你看你都没看清 我听清了 我听清了 行了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 你说这个孩子 这个笑 他到底在哪儿啊 也不来个信啊 我别着急了啊 没事的 我哥他没事 郭烈 郭烈 魏部长 您 您要那篇文章 我已经送到 你们宣传部小宁那儿去了 上次你帮她改那篇稿子了 非常好 谢谢您啊 郭烈 都是一个场子 谢谢您的 早上啊 我和你们主席还碰了个头呢 吴玉杰 全市有个花车游行 省事不巧 咱们市里边大企业啊 今年的花车在游行车队里 那可得拔个头彩 到时候年底评文明单位 那也算是重要的一下子 这每年的花车都是你设计的 今年 你孩子多用心啊 您放心吧 我肯定会竭尽全力 哎 这个 你那部长的任命啊 还没下来 啊 这不是 一直在接受组织考察啊 是啊 厂里的任命 一直都在等这次大调整 郭烈啊 把工作做好 把花车展示好 到时候 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行了 你先忙吧 哎 哎 但这 真的不一样啊 这么大 那些整个都大 哎 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啊 我到宣诚库去了 你没事了 王大钻什么呀 不 您不说完了 我那个文章写完 那就直接送宣诚库去嘛 出门带个电话呀 那儿呢 我 坐坐坐 大家都在啊 这样啊 哎 今年五一七天热啊 咱们市里要搞一个花车游行 啊 你抓紧时间设计套方案出来 去年啊 五一七天热 咱们过个二能奖 多丢人哪 啊 今年下大利器 好吧 火力 就交给你了 啊 哎 哎 哎 你说你这租啥呢 租啊 这怎么叫租呢 你说你一句话说 你说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商量什么 这不跟你商量呢嘛 你想啊 现在多好的机会啊 我办内退吧 常里拿一份内退的钱 哎 到朱老板那公司上班吧 人家一月给我八千了 怎么那么多钱呢 年底还有分红 你说等我退休了再去 那还我太不得俩了 倒也是啊 那这样咱们家贷款的钱 很快就能还上了 就是啊 那你还真要去云南啊 去啊 那嫁我都清好了 那你说咱爸咱妈能跟咱去啊 他们可哪儿都不去 能去 能去 咱爸咱妈不是老超超 要到云南看小亮吗 带他们俩出去散散心 哎 正好趁这机会啊 让咱爸把那个工作辞了 对 咱一定得劝咱爸咱妈去 哎呀 爸回来了 哦回来了 嗯 妈 趁这个机会啊 咱上云南去玩一趟 你不一直想看小亮吗 咱一块去看看多好啊 我是一直念叨去看小亮 那也就是高兴时候说说呗 真要走了 你说这个家我能离开吗 哎呀有啥裂不开的 啥都妄想 妈你这辈子哪儿都没去过 咱也出去看看人家外边的世界 到底什么样 对妈 那是你俩连你爸去了 哎呀 那你是我爸能去了 就是 再说了 不就想趁这个机会 想让我爸把那工作给辞了吗 那 你爸能同意吗 我爸同意了 同意了 就看你了 真的吗 那真的 这老东西出这口可真不容易 那行 你爸要去啊 我就去 你怎么啦 都走出两下地去了 啊 想什么呢 你们家又出事了 你怎么老盼着我们家出事啊 不是你这是 我这考虑着花车的设计呢 有你这样的吗 在家里给常理洗 给常理画 给常理想 咱家呢 厨房那下水道坏了 我弄不了了 你赶紧把它弄好了 我这我现在我这满脑子 我都是艺术 我都是设计 你老老下水道扯什么啊 你怎么那么庸俗呢 李敏同志 谁庸俗了 啊李国立啊 那居家过日子可不就是这样吗 没见过你这么给单位忙的 人家我大姐夫一处长 每天下了班啊 哪个饭店好吃 令我姐吃去 哪个桑达新开了 令我姐争去 你瞧人家那日子过的 什么日子啊 你让他吃去 你让他争去 不定哪天就争出事了 你这叫羡慕嫉妒恨 我有什么可羡慕嫉妒的啊 不就一小处长吗 这小处长怎么了 哎您这一什么科技的部长 不到现在也没着了吗 我那跟你说多少遍了 不是等到那个厂里的大调整的吗 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里都好多事呢 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 谁听不明白了 我就不爱听 你快点吧 饭都给你做好了 赶紧吃去吧 把香水道修好了啊 我回我妈的了 哎对 李敏 我最近这段确实太忙了 你你你多帮我往妈那儿跑几趟 好吧 不是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赶紧吃你的吧 好了 放点试试吧 哎 师傅 哎 师傅 好 保养啊 哎 师傅 好 保养啊 哎 师傅 走 哎 师傅 刚秀这台床吧 过两天再看看啊 我修完了吧 修完就得了 这是干没修的规矩啊 我要出趟门 跟你不准招呼 哎 老李桃 那屋里电机你去看看去吧 能修就修了吧 走 跟我看看 昨天上了一夜的门 自己看你吧 我说你年纪轻轻的 不抓紧学点手艺 要等什么时候啊 老李桃 让你干点活 叫叽叽歪歪的 又想教育我啊 我不是告诉你吗 你要知道的先来后到 这地盘 我是师傅 有时间赶紧干活去吧 你就混吧 我睡会儿点 你要是我儿子 我一天不打你十八便的鬼 我话又说回来了 国家还不如他呢 呦 蓝长长啊 我正要跟你说点事呢 什么事啊 呃 我跟老伴儿 要跟着姑娘姑娘去趟云南 看看外孙 好啊 十年半个月就回来 哎呦 我说李师傅啊 怎么跟你说好啊 你去看完外孙 就不用回来上班了 你说你那徒弟 就刚死俩原的谭厂长 刚六十出点头 就心梗了 您这么大岁数的 就在家待着吧 人跟人不一样 他是他我是我 关键老爷子您在这儿 我们担当不起 我们这是工厂不是公园 您瞧上面是吊车 下面是铁块 您要是磕着碰着的 算谁的 我早就说了 算我的 这能借口 妈 我跟你说 你们这坐火车吧 你就得把该吃的该喝的 都得准备齐了 你知道吗 你不是你们得做好打算 因为这是火车上东西太贵了 哎我告诉你啊 你啊千万别买那么多东西 听不听见 别花那么多钱 好了好了 妈 你说这秀院不够擦高兴的 一会儿有个电话 一会儿有个电话 就好像你妈明天要出家 你和我爸好不容易出趟远门 大伙子真的高兴 大姐 放心 我爸呢 下棋呢 那行 妈来 你先试试 对 你和我爸要出门 我给你们爷儿买一套 运动服和旅游鞋 看出趟门花那么多钱干嘛呀 穿什么不行啊 那能行吗 试试试 试试 试试 你看大小行不行 好看 哎呀 真好试 行行行 大姐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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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跟脚 跟不跟脚 哎呀可轻快了 没穿过这样行 哎对了嘛 我听大姐说 您要坐火车去是不是 啊 不行坐火车 好几天好几宿才到 太遭罪了 我跟秀红啊商量一下 您啊坐飞机去 票都给您订好了 哎谁说要坐飞机了 那得花多少钱呢 也行 钱我出 您害怕什么呀 就什么 坐飞机多方便呢 还不累 哎特别方便 就跟你以前去我老的家一样 早上出发中午就到了 哎 我和你爸出趟门 你看叫你们抬局的 就好像我们俩要开什么会议去了呀 哈哈哈哈 坐飞机 这是几点呢 在这呢 九点半 哎来来来来 哎 内经理来来来来 哎 什么内经理 那经理 拿着哪 经理一说太对了 都拿着哪 拿什么 这是 这是我爸我妈要出去旅游 我给他们买的 二老要出去旅游 啊 多拿点多拿点 别走数款机了 按照静活价 咱们算算 进货价 这不合适吧 这个 这怎么不合适啊 那经理老说以店为家 这到家了 这都给钱就算好员工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很自觉了 还有这个 给厂家给的 这是损耗的 只要没有开袋的 没有坏的 这就算白送吧 咱工作干的到位 一包都没开 是不是 这就拿了 经理 谢谢嘞 不是 这好了 这还行 这两包 这么多呀 这是 干什么 你上班呢 你下班再打电话 怎么不做事呢 你这别真来劲 这打个电话 这都是给你们创效益的事 你这顾客就上 又谁打电话了 我还没说过 秀苑 怎么又是你呀 怎么什么事 快说 我就是跟你说 我这不在单位呢 给你拿了点东西 我就想 干什么呢 你没说你 不是 我是看看这个质量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我再给你多拿点 好吧 行吗 我们经理 就是老人在孝敬您 给您装了好多东西 还往里装呢 你看还装 你别别别装了 行了 给 我们经理挺够意思的 你还需要点什么 不用了 不用了 不是 我们经理说的 说不用客气 没事 那我看上去给你再拿点吧 我告诉你 妈又改了 不坐火车 坐飞机了 不定的 是彭心和秀红订的飞机票 对了 秀红 见着你三姐 你得主动跟她说话 你越跟她冷着脸 她就越跟你斗 对了 前一段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又不说话了 还不是因为我说她的吗 她这人也是的 犯了错误 别人还说不得了 不过大姐 你给评评理 你说她这事办得对吗 她在街上看见我二姐了 我二姐没理她 她倒好 跑到爸妈面前 天有家促地 把我二姐埋怨一通 她这张嘴呀 就把家里矛盾越弄越大嘛 我看她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你二姐啊 真是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先把甭说她 一说她我也上火 你说咱家现在 成了打碎的碗了 再也局不到一块了 我都别说了 我和你爸呀 当初就不应该要孩子 以后你们愿意理谁就理谁 不愿意理就不理 秀红 嗯 今晚还回家呀 哦 还得回去一趟 我和冒菜还得收拾收拾 明天一早我们就过来 嗯 行了 妈 这有我们呢 别弄了 你进去歇会儿吧 我能歇得住啊 妈 妈 这生更半夜的 你怎么还不睡啊 睡不着 我做梦梦的锅墙回来 快睡吧 明天还得坐飞机呢 老头子 咱都走了 咱回来可怎么办呢 再不 你和冒财秀荣去吧 我就不去了 那可不行 飞机票不像别的票 买了就得上 我不上 不上不行 我就是不上 谁还逼着我上 有一个人不上 那飞机就开不了 行了 别辜负孩子们的一片诚心了 那到那么远 这一走可不是三两天的事 赶上这个冤家这时候回来 那你让他上哪儿去啊 爸 妈 都准备好了吗 没有 这怎么了 这这么快要走了 躺这儿了呢 行啊 好 妈 收拾收拾 让老太太闪亮登场 来 开门 来 开门 你也别一掏口里了 怎么了 妈 你妈呀 昨晚一宿没睡觉你说 怎么了 怎么了 叫你爸折腾的呗 我爸怎么了 拉了一宿肚子 爸 你吃要没有 吃了 好点了吧 更厉害了 这怎么回事啊 昨天没吃什么呀 你说怎么会这样呢 说的就是啊 可能是水土不浮 过去啊 我一出差就拉肚子 不是 这还没去呢 对呀 水土不浮了 这不是这 你说现在就这样了 大老爷跑到云南 不得更厉害了 爸 你是紧张了吧 不是 爸 没事 你起来 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没事了啊 净说废话 拉肚子能溜达好啊 你听谁说的 那飞机上有个厕所啊 我听说过啊 就那么个小厕所 上百人用 我一个人站着 不是 是 那前后仓 要不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让爸上医院打个点滴 有事打车去 用不着 用不着 等妈妈话 等妈妈话啊 妈妈不折腾了 你说这样出去 不是活受罪吗 再说昨晚 要你爸给折腾了 我说头直晕 肯定血压 哎呦 妈那你车 叫压腰 我看呢 你俩呀 先去 我和你爸就不去了 哎呀妈 你说的这什么呀 怎么能不去呢 没事 要不这样吧 咱们改签 改人再去 那不行 那小亮该等着急了 哎 咋的又疼了 哎呦 哎呦 说不说 这肚子又咋了 怎么说疼就疼 就那么多事啊 就这么样啊 那妈你坐歇会儿 你就别管了 你别管了 有事你哥哥 不是吧 这怎么弄的 这怎么弄的 我去吧 岁数大了 自己跑云的 干什么 这一宿吧 就这么赶紧的 秀龙 你哥抱财 你哥抱财 你来 哎呦 飞机飘了点 好都快到了 是吧 你坐 你坐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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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我来 快就快到了 你坐 我来 你坐 我来 我来 你坐 你坐 坐 啊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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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急了吧 哎呀真是 来来来来 哎呀 放车 来来来 来来 你看真是 你看这弄的 我爸和我妈 还去不成了 你看 哎呦 大梁啊 您不去可太遗憾了 不遗憾 不遗憾 等我这种大钱 我安排我爸我妈 世界周游 哈哈 接着快上车 把人放个棍芒子 是是是 大梁啊 我们先去机场 好 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您 好 好吧 行 快走 好的 走 大姐 上 上 大姐 大姐 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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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想 来 快谢谢你了 别乘我家私人司机 一来 你行了 啊 你别出来歇了 回去吧 好 麻烦你来 放车 走啦 哎哎 妈 好 走吧妈 回屋 妈 嗯 车胎可测 不然脸上 被顶着去 老头子 不能不去啊 别没事找事 快让开 不行 为什么要带咱们去越南呢 不就是不让你干这个活吗 你说那转动的机器 你都老胳膊老腿了 跟不上了 出大事怎么办呢 照理咱们说我成废物了 放心 那些设备啊 全在我心里装着呢 我闭着眼睛都能干 再说 居家过日子 咱手里不得钻几根 行了 快起来吧啊 那 那你小心点啊 放心吧 你小心点啊 哎 行 知道了 李师傅 你这么得走啊 哦 不是去云南吗 哎 那么远的道 跟老婆子一琢磨 太耽误功夫 不去了 以为你这回去旅游啊 就把这儿的工作辞了 昨天跟你说的话 你没听明白 我听明白了 我说的不也很轻重吗 出去几天 马上就回来上班 李师傅 我们这个厂子啊 有一个维修前功就够了 你说你们两个人 弄点奖金都没法分 您这么大年纪了 回家待着吧 你别总说我年纪大年纪大的 你得看活 我来你这儿挣钱呢 凭的是手艺 行了 你忙去吧 我这儿还有活呢 你说这哪天 要出了事可怎么办啊 放心吧 出不了事 万一出了事啊 我自个儿兜着 你 李过强我告诉你 你老大不小了 竟然干出这种 大逆不道的事来 你还要不要人 你害得全家都不得暗生 你妈整天愁眉苦脸的 你想活儿我把她气死啊 你怎么不写啊 爸 这都写了多少遍了 让你写你就写 我说什么你写什么 写 说哪儿了 你不能就这么呛声跑了 你眼里没有兄弟姐妹 难道也没爹妈吗 你马上给我回来 那笔钱 不管还涨多少 你都要一分不生地给我拿回来 亏了的钱 你就投拱地 也得给我挣回来 写着没有 反正这是写人啊 你再告诉他 自从他跑了之后 你爸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出去赶活卖老命 你妈这心啊 一天到晚 你为他揪揪着 这都为了谁啊 都为了你这个不争气的 你是不是看我们岁数大了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早点走 他还不想跨 你给我赶快回来 你把我们老李家的人都丢尽了 他都给你死了 我 跟凶 我说我 我叫他 我说 让你 尖 你 应该 必要 你 你 让我 你 了 他要是干了正事走了正道 早该有消息了 可这都一年多了 还是音讯全无 把这事 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 老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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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看看你吧 你修你机床了 电机烧了 这场上都急了 李师傅 快看看吧 李师傅 你说你怎么修的 电机怎么会烧了呢 现在咱们急要的这批活 就等这台设备了 你说你怎么搞的 师傅 不该是这样啊 不该是这样 他怎么这样了 你说你怎么能 会把电机修烧了呢 你太不像话了 李师傅 你这 你说这 这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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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喝两杯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 等下会醉的 哪儿那么些废话呀 让你拿你就拿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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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爷 刚才一个人在外面喝酒 都喝两杯了 您说我还敢给吗 我去看看你 老伙计 这不是李主任吗 我是郭大勺啊 我是咱们敞了那个食堂的郭大勺 不认识了 郭大勺 还真是郭大勺啊 你现在还干呢 干着呢 不干不行啊 都是为了儿女嘛 这样 李主任 我再闹两个菜 咱老哥俩好好喝两钟 好吧 好 哎 老主任 稍喝点 稍喝点 咱们要学会自己 照顾自己的老身板啊 哎呀 我不把自己喝迷糊了 我不就这道坑啊 郭大勺 你还能认我 还叫我一声老主任 谢谢你了 哎 李主任 在咱们厂里 你那是大名鼎鼎的 就连咱们厂长 也对你敬三分呢 今天我给你炒两个菜 咱们老哥俩在一起 我感到荣幸啊 好汉不提张建勇 咱们这大人呢 一辈子的心里 就揣着个消息 嗯 老话说 艳过留生 人过留名 咱们一辈子 兢兢业业 干好手里那点活 嗯 生怕别人说个不辞 更想给后人 留下个好名声 嗯 当年在常见的时候啊 我是大会儿小会儿跟工人讲 你们可得好好干哪 嗯 等将来退休画句号的时候 才能一身轻松的我家走 对 今后的日子 才能过得舒坦 嗯 可我今天 可我今天 丢了自己一辈子的好名声 刺激打自己的脸 为了无都米 除了有我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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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丽 你在茶还没回家呢 好 好 那你能来一趟吗 妈 我这种忙着搞设计的 明天给大家把房给人拿出来 就是交错了 我的那天两个朋友过的没有 那妈 那什么事啊 那你忙吧 那你忙吧 有事 修院回家了吗 我给她打手机她关机 你说也不知道她去这和尚团了 还是干什么去了 那你在家干什么呢 妈 我这不给琪琪做饭呢吗 妈又到你该说她的时候了 你说这修院整天跟甩手掌柜似的 也不知道跟那个破大奔她什么关系吗 那哪天再听你说吧啊 妈这还有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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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老头子 这么晚了 你跑这儿干什么呀 老头子 你上哪儿去了才回来 我寻思你 我寻思你 你都不来个电话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听你的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我都给你打个电话 来 上来 我推你 你看你喝成这样 推个车都费劲 还推我呢 那我来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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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子 那以后这活不干了 行不行 想回家吧 走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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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赶紧 小赵 又先练了 打老远看 你比倒是还倒是 风吹日晒的 随便一呼呼就搬机 给我擦那二十领服多少钱 看着谁吧 好了 进了 来 帮我把东西搬一下 好嘞 到老 好 赶紧时间 上车 赶紧上车上车 好啊 赶紧下车上车上车上车下车车 这强什么呀 你专业就是专业的嘛 你看啊 形成白森的死亡率非常低 你当初投入的海参苗 成活率不次于你投入成本 是 这小子有股狠劲啊 这两个月容易形成 痴潮的危险期已经过了 你看那飞嘟嘟的海参 再有五个月就出身了 到时候我来帮你点钱 小事你帮我算算啊 我除了收回成本 我这利润空间有多大 这么说吧 买房买车没问题 郭小 水泵厂家的人来了吗 修不好得换新的 当时咱们为了节省资金 用的就是二手的水泵 你创业真不容易啊 是啊 你看这个顶棚子也得换了 等我再挣点钱 顶棚子跟水泵咱全换新的 全靠咱门口那辆破车了 多拉点呗 小事这船怎么样 漂亮 等咱有钱了 我也造那米头头 咱搞一个深海养植海参 把海参苗直接撒在礁石上 我看一定信国家 走咱们去那边 好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